上一集介绍了钟楼的钟面建筑特色钟声 今集跟大家讲一下钟楼见证过去铁路交通历史的进程 未兴建钟楼之前早在1910年 九广铁路英段已经建成通车 来往九龙至罗湖 到第二年九广铁路的华段也员工 其后开办直通车连结瑞港两地 九广铁路的建设在当年铁路交通的运输 未算是发达的年代 货物文书回乡探亲也好 工作旅游也好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昔日的尖沙咀火车站 是内地与香港人流和物流互通的门户 便利市民往返承乡 也是欧下火车站联系东方总站的标记 为香港70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动力 1960年代后期 由于当时的设施未能应付需求量 加上要发展尖沙咀火车总站迁至红磡 1975年新的红磡火车总站正式投入服务 尖沙咀总站从此就关闭插射 指缘指保留中流 中流在1990年被评定为法定估计 即使九港铁路作为连接中港主要设施的使命 已经如铁 现时内地与香港可以透过各种交通方式 甚至不同的科技紧密联系 但是九港铁路即现时的东铁 仍然是两地居民往来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联系着两地 下一集再带大家全面看更多香港的建筑物 喜欢就记得like和share 我们下集的后来 到台上 感谢观看